那这种自然发酵 它是一个很平顺的酸 而且还会回甘 这是酒造所带出来的 像是个影子 酸白菜那股酸爽劲 总能带出锅里食材的鲜香 这是儿时住在眷村的郑朝明 记忆中的味道 蛮多一些眷村的伯伯 他们会先把一些白菜或者是咸菜 他们在外面晒太阳尾雕 然后就吃到这个 他们做的那种家乡味 吃起来就很好吃 为了腌出高品质的酸白菜 没当过农夫的它跟起一片甜 还挑战北部很少人敢尝试的大白菜 北部的话它因为雨水比较多 然后它的土壤是属于红土 那它的保水性比较高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烂根 所以它得加高洗面 想办法排水 要时不时的来拔草对抗虫害 身为食品加工厂老板 直接从南部进大白菜 不是比较简单 何必自己当农夫 就是时间到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 我都会想说好冷啊 或是说下雨天可以隔一天或两天 他说没办法 那个菜吃掉了就完全都没有了 南部那边所生产出来的白菜 比较含水量比较高 然后我们腌制的话 时间久了它就自然发酵的话 它会比较软烂 比较口感上比较没那么脆 所以它坚持自己试试看 但这代价可不小 北部气候潮湿排水慢 一年一收的作物 总在最后才告诉它 明年再重来吧 第一年的时候是因为不会种 所以就是失败 第二年种的时候 不晓得种多久 可以采收 所以就种到开花 然后第三年遇到百年大旱灾 又是全军覆没 郑朝明不气馁 他是这么激励自己和太太的 今年比去年好就好了 对啊 至少我们有成长嘛 就是去年是怎么样 我们今年比去年再好一点 这样就好了 创业一直是他的梦想 凭着一股傻劲 郑朝明一年年的摸索研究技术 才终于找到合适的品种和农地 熬了四年 收成从全军覆没 进步到至少有五六成 这个是日本的品种的黄金大白菜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内里比较黄 然后再过来就是它 它的甜度比较高 然后这个它的菜脚也会比较薄一点 纤维丝会比较耐烟 采收期一阵忙乱 累了大半天的两人 把大白菜一车车地载回去之后 还不能休息 接下来的腌制作业才是重头戏 像我们在削的时候啊 这个前面有虫洞 那这虫洞我们都要削掉 然后再过来就是比较绿的叶子 像这样比较绿的叶子我们也要削掉 像这样子颜色比较淡的话 腌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金黄色 这品种的大白菜个头本来就小 东消西消只取最精华就更迷你了 之后再交给江亦婷一个个切断 可能在想事情吧 然后拿着菜就直接切切切 我自己才想说我切到手了 然后那个手是在冒穴 等到它停止 我还在顾小孩也要边切 讲到这个就觉得好生气喔 而先生也好不到哪儿去 因为坚持大白菜要先切开 再清洗才干净 这量多起来真让人吃不消 很刺激啊 上次寒流的时候好像剩几度 我们心目好像剩下各位素的 那个洗到之后会 会没知觉耶 人说做吃的都辛苦 郑朝明很有体悟 原本夫妻俩在经营火锅店 生意火红 常忙到半夜 随着三个孩子陆续出生 没时间陪伴的两人 才想着改变 那时是边卖火锅 边试做酸白菜 但想不到客人称赞不已 送到市场寄卖 却被打回票 怎么吃都丢的 拿到这什么东西来说 你动作完 他的意思是说 我卖你这个 我招牌会被你打烂的 应该是这样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这个也没有标签 也没有标示 什么东西都没有 要叫我来帮你卖 市场大哥建议他 要申请工厂登记 他才摸索着了解法规 贷款盖架工厂 但新的难题来了 产量一放大 腌制程序都得打掉重链 就是每一次你腌制的时候 然后记录下来 天气 然后你所加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盐巴 或者是什么东西下去 然后酒招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谷物 每一个都要做记录 为了在酸味 和脆度上取得完美平衡 他做了许多实验 像是传统是用洗米水腌制 他改用红高粮酒糟 作为发酵菌种 重复发酵24天 而进入发酵阶段 又是另一门学问 原本的是用石头去压 然后我们就改成这种石瓶袋 去做这样子的 跟空气的隔绝 那是为了更卫生 而做的改变 每隔两三天 郑朝明就得隔着塑胶袋 用力挤压翻搅酸白菜 十足的体力活 让里面的氧气 或者是里面的一些不好的气体 可以排泄出来 让发酵比较完全 对 像从头到尾头 大概要五到六次 他花了好几年研究 克服杂菌影响 才终于实验出独门的腌制技术 真正的腌制完成的是一个 很清香的苹果香的味道 它是散发出淡淡的酸味 并不是嗆酸 也就是说我们不外加一些触精 或者是一些添加物感 完全都是自然发酵的 搞定了工厂和生产流程 花了时间慢慢等待的酸白菜 在销售上应该没问题吧 郑朝明起初信心满满 老板会说 老板会说 人家买杂子都不要用 杂子都猪猪 然后就是做孩子 因为他不会用 他就收到很难吃 当下夫妻两打击都很大 因为当时为了专心研究酸白菜 郑朝明干脆收了火锅店 将近四年吃老本 夫妻一职 换来的是 眼前小孩的學費 都快要湊不出來 他一個個打電話 拜託人進貨 問他說他要不要進貨 其實心裡在想說 你一定要 要不然就沒錢可以繳了 然後後來也是 賣他那一箱的錢 回來再湊家裡的零錢 弄兩千多塊再去繳學費 要放棄嗎 習慣解決問題的鄭朝明 決定再給自己一個機會 他重新檢討 原來當初只賣酸白菜 讓客人回去加水煮火鍋 味道太單一也麻煩 他決定酸白菜也附上高湯 增加賣點 我們就把菜跟湯合在一起 讓客人打開來加水 很方便料理 然後加他想要的東西就好了 我們花了很多心血 在研發上面 然後怎麼可能到後面 就把它放棄掉 雞腿骨和大量蔬菜 熬煮三個半小時 再一次次調整味道 即便雙手沒停下來 壓力仍然排山倒海 可能收入不是很穩定的時候 就會不想要做 因為覺得每次 父母親就會覺得說 你做那個都沒賺錢 你做那個幹嘛 尤其鄭朝明的性格 事事要求完美 一直以來都陪著他吃苦的江亦廷 熬了幾年再也承受不了 逃回娘家 我離開他還是默默自己在做 因為我知道他的個性就是 反正你走了他還是自己在做 然後我走了一兩天 我還是默默的要回來去幫他 要不然他一個人做真的是 這些年這家人最常吃的 大概就是自家的酸白菜火鍋了 沒有享受美食的閒情 而是不斷視味道調整再調整 但鄭朝明還是沒信心 他向太太提出建議 就是我們不要去參加食品展 把食品展的錢 然後我們就轉去做這個食品評鑑 這樣子 至少讓有公信力的人 呃…怎麼講 肯定我們的產品品質 2021年比利時傳來好消息 在米其林全球湯品湯底類 唯一一張二星的憑證 被台灣桃園一家小小食品廠奪下 想起一路走來的不容易 鄭朝明忍不住激動落淚 你這邊已經跑50公尺了 再50公尺就到了終點了 跑白米啊 對不對 放棄了不是要再從領再去 再去開始啟動 他感謝太太和媽媽的支持 更慶幸自己沒遇到困難就退縮 但也明白得了獎 不代表未來的一切 就能順風順水 必須持續專注眼前 守住這得來不易的成果 我追求說可以去繳錢 追求什麼 追求把 要帳單來 要有辦法去繳錢 要把東西賣出去 客人的肯定 酸香清甜的酸白菜 是時間熬出來的 為了記憶中的好味道 為了多一點時間陪孩子 父親倆耕田加工銷售 全都自己來 而不放棄 也熬出人生的美好滋味 創意 就是 感谢观看